在我们的传统节日中,因例7月15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,因为这个日子在民间是要为去世的亲人上坟,祭拜祖先的,可你知道这个节日是从什么日子演变的吗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物禅众生,今天带你来揭秘。 7月15日这个节日,源自于佛教的于兰盆节,其中于兰亦为道玄,据传,佛陀为了拯救佛弟子的父母摆脱三恶道的苦难而设立了这个节日,于兰盆经中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,如果我们按照经典所说的去做。 不仅能为过去和现在的欺世父母解脱三恶道的痛苦,同时也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福报净土。 于兰盆经的起源与穆连菩萨救母的故事有着密切的关系,佛陀在世时,穆连菩萨是十大弟子之一,修行成功后,获得了阿罗汉果位,他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寻找自己的母亲,因为母亲在生前犯下了许多恶事,穆连明白这些恶行会引来恶果, 很有可能导致堕入三恶道,由于他具备神通,可以看到天界和地狱,于是想知道母亲究竟在哪里。 结果,他看到母亲竟陷入恶轨道,他瘦弱到了极点,皮包骨头,无法获得任何可食用的食物,穆连菩萨非常痛苦,于是动用自己的神力,便出一碗满满的饭给母亲食用,但母亲无法吃到,因为食物一到他嘴里,就变成了熊熊烈火。 穆连菩萨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,被誉为神通第一,然而,作为神通第一的他,却无法用自己的神力帮助到母亲,他感到无力和痛苦,于是前去向佛陀求救。 佛陀告诉菩萨,神通无法抵挡业力的作用,尽管你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,但却无法用自己的神力消除他人的业力。 如果你想拯救自己的母亲摆脱苦海,就需要为大众僧供养,在4月15日到7月15日的夏安居中,僧众们专注修道,以获得成就,并在夏安居的最后一天进行忏悔净化。 此时供养僧众可获得最大的福报,通过这份供养功德,可以拯救你的母亲摆脱恶倒。 而7月15这一天,十方众僧忏悔净化,供养清静僧的功德比其他日子更加特殊,如果你能供养僧众,就可以拯救过去六世父母,以及当前生活中的父母,让他们在困难和危险中获得超度。 同时,你现在在世的六亲血缘关系,也能够解脱三途之苦。 于兰盆的意义是道玄,即在最苦难的时候,也没有超过道玄的痛苦,想象一下,将人头朝下,脚朝上悬挂起来,那将是何等的苦难。 因此,于兰就是道玄的含义,盆是供养的容器,可以容纳一切供养之物,容量非常大。 于兰盆经,旨在解决众生的痛苦,尤其是解救母亲的痛苦,这是最重要的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解决的痛苦,以更广泛的意义来说,就是在最苦难的时刻,也没有超过道玄的痛苦。 因此,于兰盆经的意义,就是帮助我们解救母亲的道玄苦难。 故事的起因是穆坚连尊者的经历,在修道期间的节下安居期间,出家人要守戒修行,不向外企时,家居两种弟子会供养他们的食物。 这个时候专心修道,在这个修行过程中,穆坚连尊者证得了阿罗汉果位。 一旦证果,穆坚连尊者首要的问题是寻找他的生母,在此之前,他没有神通力量,他认为自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,不再经历生死轮回,拥有了神通力量,可以看到天界,地狱和六岛轮回。 他到处找寻他的母亲,他发现母亲堕入恶轨道,他的形象表明他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,骨瘦如柴,穆坚连尊者非常悲痛,用他的神通力量和波,饭碗,为母亲盛了一碗饭食,想送给他食用,然而,食物变成了火焰,穆坚连尊者无能为力。 尽管穆坚连尊者是大神通的高僧,却束手无策,于是向佛陀哭诉,请求佛陀的救助,佛陀告诉他,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是大众僧修到成就的时期,是清静的时期,所有的僧人都是清静的,他们在这九十天里忏悔进化了所有的过错。 供养大众僧在这个时期获得的福报最大,可以拯救穆坚连尊者的母亲,正因为这个故事,才有了于兰盆经。 为什么要在七月十五讲述这部经文呢?因为七月十五是众僧结下安居的时期,大众僧是清静的,这叫做清静福田僧,而且在结下安居之后,大众僧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。 佛陀告诉穆坚连尊者,在七月十五这一天,十方众僧是自自清静,这是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机,对于做善事来说,我们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初一十五这样的黄道吉日进行。 而什么时候最好呢?就是七月十五,在这个时期,十方众僧自自净化了自己,所有的妄念都消除了。 当你供养大众僧时,你可以超度你过去七代的父母,再加上你现在的父母,只限于七代父母,这七代父母在危难和困难中都能得到救度,这个问题解释了佛教中的假佛力。 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祖先父母,只知道我们现在的生父母,假佛力,假经,假法的力量,以及跟随众僧在一起的力量,可以延续至七代。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,但父母的因缘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力量,只能超度到七代父母处。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,你供养僧人,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摆脱三徒之苦,供养对象包括你的父母、亲戚,以及自己的父亲的叔叔姑姑等,他们都能够获得解脱,不会落入饥饿的轨道。 这是一个广泛的面,能够帮助解除苦难,解脱的意思是,不会像墓坚连尊者的母亲一样堕入恶轨道,因为业力的影响,他吃的食物会变成火,无法解脱。 三徒的苦难很多很多,但通过诵经和供养僧人,这些苦难都能够消除,获得解脱,这样一来。 日常的饮食也会变得自然美味,甚至比白面馒头更好吃。 佛教中将佛法,僧众和佛寺三者,合称为三宝,僧宝是止住室的僧人,他们通过修行和传承佛法,保护佛寺,讲经说法,帮助后人破除迷惑,供养僧众,正式行不施修福之事,也是一种善行。 无论何时,你发心设斋供养僧众或创办道场,都能广结善缘,减轻业障,养成不适和喜设的心,培养擦亮内心的善音,为未来的菩提道业打下坚实基础。 但为什么在七月十五这一天,供养僧众更加殊胜呢? 在佛教中,有一个叫做节下安居的制度,在佛陀时代,夏季雨水多,植物茂盛,虫义繁多,为了避免伤害生灵,比丘们会在这个时期内禁止外出,集中在一个地方专心修行,在中国的汉传佛教中,规定了农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间的节下安居时间段,僧众在这期间不得外出,必须聚在一起,严守戒律,修行精进。 节下九十天的最后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,这一天安居七满,被称为节下,也被称为僧子自日,在这一天,僧众会先反省自己在节下七剑的身,口,义行为,有没有犯剑? 然后请其他僧众对自己的修行中的见,闻,以三个方面是否有措施,在众人面前自我反省和接受监督,以便进行忏悔和改过,恢复纯净的心灵,获得喜悦。 这个过程被称为字字。 当诸佛菩萨听闻僧众报告解下的修行成果时,他们觉得高兴,因为僧众们舍弃了恶行,修行迷雾,真正回归真实,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初果,二果,三果,四果的境界。 这样一来,佛菩萨们感到欢喜,因此,七月十五解下这一天,也被称为佛欢喜日,在诸佛欢喜,僧众精进成就的时刻。 虔诚的供养僧宝,特别具有殊胜的意义。 此外,根据佛说《于兰盆经》的一段记载,供养僧众在这一天能够增加欺世父母的福报和授意。